大家好 這一集都不會太長 一開始就先叫狗出來 然後就從右路過去 你會看到有些紅色那些 普通彈打不穿的 那些場壁 一定要用拳頭打 先搞定左手面那隻 然後才變回拳頭 先補滿個能源 然後再補其他 尤其是忍者錶那個 武器臨暖 就最好 時常保持 就有回到一半 拿到衣罐 之後的衣罐 你看我其實 除了打那隻黃色按摩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用衣罐 但是之後呢 應該就要用的 不然這些衣罐拿來做什麼的 這裡就是要小心 現在這些人 這些人獄手榴彈 其實應該要跳過去算數 去到發現前武器腦 就剷過去 然後就可以加回所有能源 又有武器能源可以拿 那就順手加上RJ 這裡都是一線過去 然後就是最麻煩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我怎樣都好像跳不過 每次都差一點 都是同樣的方法 不過總是每次都過不了 這個過得到 為什麼呢 這裡很麻煩 因為你跳得不好 隨時就會掉下去 所以其實 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被針 就OK了 不可以 就下回去 度不適合 就下回去 一跳 差一點 其實應該可以在第二寸 上到 就可以直接跳上去 唐梯的地方 不知為什麼 硬是去到唐梯的口 的時候就跳不上去 又是 硬是去到樓梯的口 就上不到樓梯 所以這裡麻煩一點 不過不要緊 咦 終於搞定 上面同樣 都是有兩個問號罐 那些問號罐 你要用普通彈打他 你就會知道究竟是什麼 什麼東西來的 還是要拳頭包的 然後就要看一下 有哪些 例如 R.O.C 隻狗爭一點 可能就 R.O.C 再不看的話 就 之後都不是很常常用R.O.C 那就 轉換其他武器 然後這裡 1-up 即是1-up 就 拿不拿就沒什麼所謂 對我來說 因為根本已經是 這裡就 立刻跳上去 然後放射 這個很順利 其實三個面 只有一個打他 會扣能源 好似第一次就是上面 第二次就是中間 第三次就是下面那個 順著次序去找他其中一個打 然後就扣血 好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